三杯群拿的話 那等於是三隊都是 十四座獎盃囉 球球本來就是他的強項 同時又對到黃隊 有一個校泰 這麼會踢球 焦點會放在他們兩個身上 過人 過了子嫻 歌舞校泰 抽冷箭 最後飛了 高中 快點下來 跟著他 跟著他 子嫻過人 輕鬆無快 往前走 風神行 過人 子嫻 踢球 有 比方說12點要集合的話 11點半一定要到 然後 如果沒有 一分鐘就五百塊 一分鐘五百塊 那誰被罰最多 目前 目前 應該是我自己吧 你自己 一千五左右 一千五 全明星黃隊慘吞三連敗 國歌殘酷對歸 歌舞校泰 被罰最慘 我想跟黃隊的歌舞校泰說 等你喔 好可以喔 好 好 立揚前一大 足球的對決 我覺得 來啊 你有信心贏嗎 當然 台日混血天菜 歌舞校泰 在美國學校呢 是足球校隊來著 風格被讚 即是傳奇球星C羅 礙於非凡比賽 扭傷本週足球12碼PK賽 歌舞校泰只好休戰 當其場邊應援團 殘烈的是黃隊這次被藍隊 狠剃光頭 囤下三連敗 比賽很公平啊 有不公平嗎 沒有啊 我們就是打不贏別人啊 我們就在最後的30秒讓人家得分啊 我們連最後的進攻機會都沒有啊 比賽就是這樣子啊 贏我們大家都一起扛 輸我們也一起扛 我們就是一個團隊 所以現在郭哥每一場訓練都會來 不會來的 會 中間的時候我們就是時間乾淨不好 我們的練習的態度也沒有到那麼的積極 郭哥就生氣氣了 對 生氣氣 就是你們說的那一集啊 我們好像跟郭哥是談戀愛的那種感覺 有時候就是靠近 然後有時候就是突然離開 然後我們覺得 欸 郭哥 我們就想他 然後想他的時候 他就很冷漠 然後就突然就出現 郭哥不要再離開我們這樣 我們黃隊有一個 就是需要改變的地方 就是時間概念 可能是郭哥是 之前是 棒球隊的 所以他對時間的概念 就是非常非常的嚴格 甚至如果遲到的話 就是要發錢這樣子 你有被罰嗎 有 罰多少錢 目前應該有 1500左右 比方說12點要集合的話 11點半一定要到 然後 如果沒有一分鐘就500塊 一分鐘500塊 就等於我遲到23次 那誰被罰最多 目前 目前 應該是我自己吧 你自己 對 最後會不會想說要來個MVP獎 當然要 這就是我自己的目標 MVP我一定要拿到 不管足球還是什麼 我一定要拿到MVP 一定要選的話 黃隊總冠軍跟MVP二選 哇塞 不對啊 那你覺得這七年的發展 一路這樣算順嗎 還是忠誠有比較低潮的時候 我覺得 蠻多低潮的時候吧 我22歲的時候 那時候就離家出走 因為跟我爸爸吵架 其實我爸應該是累積很久了 就是我對於金錢上的 就是概念不是這麼的好 我那時候在咖啡廳打工 第一次拿到薪水的時候 5500吧 我記得那時候 眼淚就跑出來了 原來錢是這麼難賺的 我的中文 就是還是有口音 所以就是 沒辦法拿到台灣人的角色 畢竟在台灣 所以我就想要把這個克服 然後讓 全台灣的人 應該是全世界的人 知道我歌舞下台是誰 那現在來上全明星 爸爸有很驕傲很開心嗎 我姐我爸都 直接大哭 我也很感謝我爸就是 突然這樣子離開我 對 不是那個離開 可是你離開的爸 真的 我親自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